《以塞亞書》第四十三至四十四章 其後哪人帶我繞回東門 突然以色列上帝的榮耀從東方顯現 他到來的聲音如激流澎湃 大地都閃耀著他榮耀的光輝 這個異象跟我先前所見的一樣 就是與我最先在加巴魯河邊 後來又在他來摧毀耶路撒冷時所見到的一樣 於是我俯復在地上 上主的榮耀通過東門進入聖殿 上主的靈把我提起帶進來遠 上主的榮耀充滿了聖殿 我聽見有人在聖殿中對我說話 那像梁聖殿的人站在我身邊 上主對我說 人子喲 這是我寶座所在之地 是我腳掌所踏之地 我要永遠在這裏居住 住在以色列民中間 他們和他們的君王 不會再與其他神明行淫 崇拜他們 也不會再尊崇他們世世君王的遺骸 以致玷污我的聖明 他們曾把偶像的祭壇置於我的祭壇旁 僅僅一場之隔 他們用如此可真的罪 玷污了我的聖明 我就在憤怒中把他們吞滅 正盡 現在 我要讓他們停止敬拜其他神明 不再尊崇他們君王的遺骸 我就永遠住在他們中間 人子喲 你要向以色列人描述我讓你見過的聖殿 他們就會為自己所有的罪惡感到羞愧 讓他們詳細研究聖殿的設計 他們就會為自己所造的感到羞愧 你要向他們詳細描述聖殿的規模 包括他的入口和出口 以及其他有關的所有細節 你要把有關的律例和法規告訴他們 當著他們的面寫下所有這些細則和律例 讓他們切實奴記並遵循 聖殿的基本法規就是 要完全聖結 聖殿所處的整個山頂都是聖結的 不錯 這就是聖殿的基本法規 祭壇的尺寸是這樣的 圍繞著祭壇有一個排水槽 深53厘米寬53厘米 四周帶一個23厘米寬的邊緣 祭壇的高度是這樣的 祭壇從水槽向上1米10厘米處 有一個圍繞祭壇的下層台座 寬53厘米 從下層台座向上2米10厘米處是上層台座 也是53厘米寬 祭壇上部的爐座再向上2米10厘米 爐的四角各自向上伸出一隻角 祭壇頂部是方的 長6米40厘米 寬6米40厘米 上層台座也呈方形 尺寸為7米40厘米乘7米40厘米 圍繞著這台座有一個53厘米的水槽 邊緣高27厘米 祭壇東側有上去的台階 他又對我說 人子哦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當祭壇建成的時候 消祭物和灑血的規則是這樣的 那時你要拿一頭小公牛作熟聚祭 交給在我面前侍奉的 薩督家族的利未祭司 這是至高的上主說的 你要取一點牛血 沒在祭壇的四角 上層台座的四角 和環繞這台座的邊緣 這樣就能潔淨祭壇為他贖罪 然後你要把那作贖罪祭的小公牛拿走 在聖殿一帶以外 所指定的地方消了 第二天 你要獻上一隻身體 沒有缺陷的小公山羊作熟聚祭 然後再次潔淨祭壇 為祭壇熟聚 就像你獻小公牛拿樣 你完成潔淨禮後 再獻上另一頭沒有缺陷的小公牛 和羊群中一隻完美無瑕的公棉羊 你要把他們獻給上主 祭司要在他們身上殺鹽 把他們作凡祭獻給上主 一連七天 每天都要獻上一頭公山羊 一頭小公牛和羊群中的一頭公棉羊作熟聚祭 這些祭生不能有任何缺陷 一連七天都要潔淨祭壇 為祭壇熟聚 把他分別為聖 從第八天開始 祭司每天要在祭壇上 為民眾獻上凡祭和平安祭 這樣我就必定接納你們 這是我至高的上主說的 第四十四章 那人又把我帶回聖殿外牆的東門 但門是關著的 上主對我說 這道門必須常常關閉 永遠不再打開 任何人都不可打開他 穿過他 因為上主 以色列的上帝已經從這類進入 因此他必須永遠關著 只有君王本人可以坐在大門裏面 在上主的面前享受賢席 但他只能通過門郎出入 然後哪人帶我通過北門來到聖殿前面 我一看見上主的榮耀充滿了上主的聖殿 我就苦服在地上 上主對我說 人子喔 你要仔細留意 要用眼看 用耳聽 聽清楚我吩咐你關於上主聖殿的所有法則 留心怎樣使用聖殿的出入口 並把至高上主的這個信息 全給這些半譯的以色列文 以色列人喔 你們可真的罪已經夠多了 就在你們向我獻祭 獻上生畜的脂肪和血的時候 你們竟然帶未受國禮的外族人進入我的聖所 就是那些心中沒有上帝的人 這樣你們碰污了我的聖殿 你們犯了所有可憎的罪以外 更違背了我的藥 你們不堅守我的聖禮 反故用外族人管理我的聖所 因此 至高的上主這樣說 所有外族人 包括那些居住在以色列人中間的 如果未受國禮 未向上主行復 就不能進入我的聖所 在以色列離開我去拜偶像的時候 那些離棄我的利味人 必須承擔他們不忠的後果 他們營救可以當聖殿首位和康門人 也可以宰殺作繁製的生畜 在場幫助民眾 但他們慫恿我的子民敬拜偶像 使以色列深陷於罪惡之中 因此 至高的上主說 我以鄭重喜誓 他們必須承擔犯罪的後果 他們不能履行祭師的色分 靠近我 不能蹤摸我的任何聖物或聖結的祭物 因為他們必須因所犯的一切可憎之罪蒙羞 他們要作看管聖殿的博役 負責維修工作和履行一般的職責 然而以色列人離棄我去敬拜偶像的時候 薩毒家的利味祭師 卻仍在聖殿裏中心地侍奉我 這些人要事立在我面前侍奉我 獻上制身的脂肪和血 這是至高的上主說的 唯有他們能進入我的聖所 到我的桌前侍奉我 他們要履行我一切的吩咐 他們進入內院的門時 只可以穿細麻衣服 他們在內院或在聖殿裏公職時 不可穿羊毛衣服 他們必須帶細麻禮觀 穿細麻內衣 不可穿著任何令人出汗的衣物 他們回到民眾所在的外院時 必須脫下侍奉我時所穿的衣物 放在聖屋裡 穿上其他的衣物 免得他們通過這些衣物 把聖結傳給他人 危給他人 他們既不能剃頭 也不能讓頭髮長得過長 必須定期收剪 祭司進入內院之前不能喝酒 他們只能娶以色列的處女 或祭司的寡婦為妻 不能娶其他的寡婦 或離過分的婦女 他們要教導我的子民 區別性物與軸物 及禮以上的潔淨與不潔淨 他們要作審判官 解決我子民中所有的爭議 他們的裁決必須基於我的法則 祭司本人必須在所有的神聖節日裡 遵守我的憤悔和律例 注意把安息日分別為聖 祭司不可接近死人 以免玷污自己 除非死者是他的父母、兒女、兄弟或未婚的姐妹 在這等情況下可以例外 即使這樣 他也要在禮儀上潔淨之後 再等七天 才能回到聖殿公職 他回來進入內院和聖所工作的頭一天 必須為自己獻上贖聚制 這是至高的上主說的 祭司不能有任何財產和土地 因為唯有我是他們特別的產業 他們的食物來自民眾 帶到聖殿的禮物和祭物 數祭、屬聚制和屬牽制 人們分別出來獻給上主的 都是屬於祭司的 初屬的果子和獻給上主的所有禮物 都要歸給祭司 初屬的穀物和首批麵粉 也必須帶來給祭司 這樣上主就必定賜福給你的 任何自然死亡或受其他動物攻擊而死的鳥獸 祭司都不可吃